今天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见证 贺兰静婷和关皮皮的婚礼 她们的誓言 将宣告对方成为彼此的终身伴侣 在今后的日子里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 她们都将一起面对 贺兰静婷 你愿意娶关皮皮小姐为妻子吗 我愿意 关皮皮 你愿意成为贺兰静婷的妻子吗 我愿意 请二位新人启示 我 贺兰静婷 我关皮皮 从今以后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 做你黑暗中的烛火 冬日里的阳光 从今往后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做你暴风里的港湾 疲憊后的归宿 我会永远尽 我愿意放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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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黑暗中的灰灵 我愿意放在你身边 就能让你来 我愿意放在你身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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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宽友 怎么了 清花 出事了 你到机场了吗 还没呢 出什么事了 我走 你先别着急 你慢慢告诉我 警察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 这不可能啊 这样吧 我先去打听一下情况 有了什么新的消息 我再告诉你好吗 好 阿姨再见 情况怎么样 皮皮被当真嫌疑人抓起来了 嫌疑人 他犯了什么罪 说是谋杀 谋杀开什么玩笑 这肯定有误会吧 那警察有没有透露一些别的消息啊 什么都没说 说案件现在正在审理 相关信息不对外透露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请律师吧 明天我一早就处理 出大事了 慢点 青木大人死了 放 忘记雪子了 你先坐下 而且 而且他们说 杀害他们两个的人 就是贺兰大人 这话谁说的 是不是北方狐族的 奇怪的就是 说这些话的都是南方的 南方的 而且还是 是原来支持贺兰大人的那些大佬 说什么 他早就想篡权了 早就想杀他父亲了 篡权 贺兰大人连继承人都不想当来 篡权 那方姐选呢 说是 说是方姐 从北方带回了一个什么宝物 好像是能治他儿子的病 被赫兰大人知道了 就给拿过去了 说是要给一个人类治病 我想 那个人类是不是就是皮皮啊 方姐不同意 结果赫兰大人 就把方姐给杀了 这么荒唐的故事你们也信啊 宝物 说的是精化镜吗 我不知道 精化镜 是能救贺兰吗 不是的 精化镜根本就不是什么宝物 是贺兰母亲留给贺兰的义物 只不过当年青木大人 带着精化镜去找了赵燕公主 救了贺兰 赵燕公主确实治好了贺兰 所以胡租上下 才会有精化镜可以救人这一生 所以 是有人利用这个传说 故意重伤贺兰大人 所以 当初方静雪想要杀死皮皮 会不会也受人之事啊 我在想这一天当中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这应该不是调和 当然不是调和 是赵松 赵松 赵松这个王八蛋 干吗去啊 听人说话你坐下 你确定是赵松吗 当时我的公司出事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可是我以为他只是对我 没想到他这么绝对青木大人也 他怎么会对你下手啊 他不是喜欢你吗 赵松一直想当机长人 这整个胡租上下全都知道他的野心 可是怎么就没有人看出他的 他的伎俩呢 有些人看出来 但不一定会说 为什么 北方几大家族早就对青木大人不满 他们借着这个机会 让赵松成为下一个领袖 这个结果 是很多人都想看到的 钥匙 青木大人的钥匙在赫兰大人手上 赫兰收下了 对 什么钥匙啊 很重要吗 钥匙代表着继承权 只有拥有钥匙的人 才是真正的继承人 赫兰之前不肯原谅青木大人 所以没有收下钥匙 我猜赵松是计划着 先杀掉青木大人拿到钥匙 然后栽赃给赫兰 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继承王位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这把钥匙的话 他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对吗 赵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赫兰随时都有危险 赫兰大人为了救陶嘉林法力 已经全都没了 现在不要说赫兰大人 就我们几个加起来 也不一定是赵松的对手 胡王二年由海人承侠周访 这个时候有人给他送了一些宝物 胡王在世的时候很喜欢宝物 所以在离世的时候 将宝物放在自己的墓中 这个墓外有一个滑表 这个滑表是恒春墓所指 据说这个墓千年不朽 欲火则燃 而且它可以照见原形 如果胡族人去盗墓的话 就会魂飞魄散 所以在胡王去世之后 这个墓地就成了胡族的境地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找到这块圣墓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杀了赵松 不只是赵松 这个墓威力巨大 一旦点燃 在场的所有胡族都会丧命 我们去胡王墓找一找吧 时间紧迫 我们现在就分头行动吧 我和苏妹想想办法 让关小姐还有贺兰 尽快离开看守所 你们去找神墓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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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